不要问过太阳有多高 我会告诉你我有个觉 她是90年代的田哥皇后 是毛宁的最佳银品CP 是内地歌坛的一姐 截至2012年 其正版唱片总销量达2000多万张 却因为初恋退隐江湖长达10年 大家好 我是J星龙事 一个专注研究明星的娱乐播种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杨玉莹 一位年近50的陆梦女神 现在很多人对杨玉莹三个字 或许不是很熟悉 但是在当年那个MP3还不流行的时代 她绝对是红人 那首轻轻地告诉你红电大江南北 现在听也不陌生 在那个港台乐坛哑倒性的90年代 杨玉莹作为广东的头牌 凭借一己之力抗衡各路 完全不落下风 在内地她是毫无悬念的一姐 大街小巷都有她的歌声 家喻户晓如福皆知 她的歌曲皆地气 纯真质朴 人美升天 因此在当时音乐尚不发达的内地 很受欢迎 是当年的国民车链 杨玉莹对明歌非常感兴趣 比如江苏明歌改编的 《想起你的好》 《带宗明歌》 《月光下的凤尾竹》 《黑龙江明歌》 《东北摇篮曲》 《夹送军》 《米南明歌》 《有酒干通麦壶》等等 而歌也是她的想象 比如《月亮船》和《春天在哪里》 所有的偶然都是蓄谋已久的必然 杨玉莹不是毫无来由地活起来的 在她15岁的时候 考上了江西省南昌师范学院 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 一位不断的大型演出 让她登台现唱 她渐渐在江西走红 她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广东 南下广州发展 公司为了捧红她投入了10万元 在那个油价 还是两年一升的年代 10万元是一笔大数目 在公司的大力支持下 央视在黄金时段 播10分钟她的歌 迷续播上10天 逐渐积攒人气 后来杨玉莹一位电视剧主题曲 《我不想说》 一曲走红 成为全面偶像 在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 音响店三分之一是杨玉莹 三分之一是四大天王 剩下三分之一 其他歌手评分 在1992年出版的个人专辑 风寒情水寒笑 销量高达100万盒 2001年出的专辑 舍不得忘舍不得放 销量更是高达480万张 销量累积至今高达2000多万 这个数字相比于很多歌手 都望尘莫及 这么成功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熟悉呢 这里有一段故事 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超级富二代 第一句话 喜欢他们的爱情就是 你我本无缘 全靠我发钱 赖文峰直接要求 常办演出的所有招待活动 包下演出人员的住宿 在杨玉莹抵达活动的当天 带领六辆奔驰600组成的车队 亲自去机场接机 在一起的三年后 杨玉莹又因性格不合而提出分手 不料随之而来的远华大案 让他深陷窘境 质疑解约被封杀 种种负面新闻洗面而来 这一辰就是十年 娱乐圈早已更新换代 随着时间的流逝 名气也大不如前 他到现在依然没放弃音乐这个行业 在17年参加了 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18年参加综艺节目 《天天向上》和《流淌的歌声》 19年在江西卫视春节联欢晚会上 演唱歌曲《我在春天等你》 20年登上广东卫视春晚 令南春来早和江苏卫视春晚 不断地出演登台 如今却无法再续曾经的名气 现在的杨益盈 基本上已经不怎么出专辑和出新歌了 名气变得很低 不过他当年为乐坛做出的贡献不容小觑 今年杨益盈已经49岁 属于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世 但90年代的华语乐坛代表 他的名字必然占一位 他不单单是天歌天后 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他用一个十年来为爱情付出代价 又继续用余生救赎这段不美满的时光 用十几年来汲取一个教训 那这个惩罚未免太大 在职场上得意 也要在情场上不输 这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经过这么大的坎坷 还能依旧坚持 这种毅力值得我们去学习 下一期你想时而分享谁 请你去告诉我 给你安排上主页哦 我可以给你安排 可以让你安排 你需要我 那么高温 我想 Mari 不然是